大家好,我杨风,今天12月21日,历经了6年的谈判,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,传来了新的进展。 根据路透社,还有金融时报,这些媒体的说法, 这些媒体援引了德国,欧盟等消息人士的说法, 中欧双方,力争在2020年年底之前,敲定合作, 按照这个进度,很有可能下星期就会有消息, 中欧投资协定,是否会签订? 根据消息,欧盟已经原则上同意了,与中国达成一项投资协议,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,重要性不亚于在上个月,11月15日, 在亚太地区所签订的RCEP,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。 中欧投资协定,如果真的签订了,对于全球地缘政治, 将会有重大改变,而美中贸易战的天平,也将会有所改变。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?美国是不是被忽悠了? 这一次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进度,德国总理默克尔,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,在这段时期,正好是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时候, 同时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,他可能在明年卸任之前,完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布局。 另外一方面,欧盟的另一个龙头国家,法国,也是支持中欧投资协定的。 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,在日前传出了,感染了新冠病毒。 这个时间点,非常巧妙,可以说是恰到好处。 因为现在,正好是美国新就任总统,权力交接的时候, 同时也是美国最高权力争斗的时候。 由于川普一直都不承认办选,一直都对选举的结果提出质疑, 并且提出法律诉讼,甚至于两天前还传出了, 美国国防部要暂时停止,对即将上任的拜登团队交接权力。 杨风在前几期节目中说过,一些国家不趁着美国的权力乱象,赶紧进行布局,更待何时? 这一次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,出现的进展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再一次验证了我们以前的说法。 第一,在这个月初,所发生的中欧漫画风波,可以说是北京修理澳大利亚,对澳大利亚敲三政府。 北京则是要在拜登上任之前,对拜登新政府的一个提醒,提醒拜登, 如果拜登要选择继续川普对华的强硬路线,那么北京也不会客气,会予以反击。 北京对澳大利亚的敲打,是一次精心的布局,从几个月前,就已经开始进行了。 慢慢的,对澳大利亚的进口商品予以限制。 然后在11月3日,美国总统大选之后,开始慢慢加温。 一个月后,就达到了高潮。 杨风特别在前两期的节目中,指出了这一点。 同时,杨风在10月24日的节目,美国总统选举过后, 中国将会对美国大反扑。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验证。 中国修理澳大利亚,杀鸡儆猴。 一方面是要警告,跟从美国的那些国家。 澳大利亚就是一面镜子。 另外一方面,是要对即将上任的拜登,释放出一个信号。 如果上任之后,还是对中国盲动,暴冲的话, 那么中国会反击的。 第二个例子,就是今天要讲的中欧投资协定。 欧盟更有意思了。 非但是更有意思,而且是更狠。 简直就是忽悠美国。 忽悠拜登。 怎么说呢? 上个月,11月的时候,不是发生了法国总统马克龙, 跟德国女国防部长,杠上了吗? 11月2号,就在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前一天, 这位德国女方长,她就说,欧洲在军事上仍然要依赖美国。 欧洲没有办法离开美国,和北约的军事保护。 然后,就在两个星期之后,马克龙就反驳说,完全不同意,欧洲也需要独立自主的防卫战略。 就像美国和中国他们所打造的军事自主一样。 德国和法国,这两个欧盟的龙头国家,就这么不协调吗?前后杠上了。 杨风的说法是,欧盟国家,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沦为了二流国家,排占了美国和苏联之后, 但毕竟还是老牌的殖民帝国国家。 虽然是老了,国力也大不如前,但是还是有一些手法的。 不管欧盟是不是要忽悠美国,忽悠拜登,但是可以确定的是,欧盟是在玩两面手法,玩一个全力平衡的手法。 在美中大国博弈的格局之下,欧盟一方面,要保持中美两边的平衡,不至于站队任何一方。 而最主要的是,不会明确的站队美国。另外一方面,欧盟要在美中大国博弈的格局下,找到自身利益的最佳点,然后慢慢的寻求自身的战略自主。 有关这一点,杨风之前的说法又再度验证了,特别是在一年前,杨风的欧盟系列节目,开播的第一个单元,就已经阐明了,欧盟想要达成在战略上独立自主的目标。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,大家可能还记得,拜登在选举之前,曾经对欧盟喊话,如果他当选的话,会寻求改善与欧盟国家的关系。 拜登为了要让他的说法更有说服力,他还特别的对俄国发出了一句狠话,拜登说,俄国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。 这是拜登为了要让欧盟国家能够站队美国,一起来对付中国,所做的一次精心的布局。 而巧的是,德国和法国也都愿意配合拜登演这一出戏。 德国也抛出了橄榄枝,呼吁拜登上任之后,跨大西洋两岸要改善关系。 而同时,欧盟也抛出了一个说法,要正视中国崛起的威胁。 12月2号,德国外交部长马斯表示,北约必须要正视中国的军事威胁。 杨凤在这里先总结一下,我们就以德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来看,德国的手法就非常纯熟。 虽然面临着反对派,反对党,以及美国的压力。 但是,默克尔政府一直能够顶着美国的压力,没有在禁用华为5G通讯设备上,对美国立下承诺。 同时,又能够保持在美中之间的弹性。 我们要知道,默克政府所面临的压力,是来自于多方面的。 除了美国之外,还有自家的反对党,自家的媒体。 另外一方面,德国也不像法国那样,法国比较直白一些。 所以,德国还得要花时间来协调其他的欧盟国家。 我们不要忽略了,美国在德国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。 不管是德国的政界,还是舆论界。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,德国在欧盟可以说是雄心勃勃,有大志向的。 有关这一点,我们以后还会在欧盟系列的节目中,做更进一步的说明。 说到这里,杨峰必须要说明一下,这一年来,不管是反中,还是挺中的, 对德国,或者是欧盟的做法,都有一些错觉,或者说是误判。 反中就不用说了,他们是一口咬定,应该说是断定, 认为欧盟必然会站队美国,或者是已经站队美国了,来对付中国。 而挺中的人,也出现过好几次,对德国的舆论,还有政界人士的说法,出现一些错觉。 只要德国媒体,呼吁德国政府,要对中国强硬的时候,或者说我们刚刚说的, 德国女防长,呼吁了美国的说法,以及德国外交部,对中国的强硬说法。 往往他们就认为,德国从此就转向了,会对美国屈服,要来强硬对付中国。 如果这一次的中欧投资协定,如期的签订,那么那些反中人士的说法, 还有挺中人士的怀疑,不确定的看法,都会尘埃落定。 德国和欧盟的走向,就都不是他们所想象的。 中欧投资协定,如果如预期签订了,非但是欧盟和中国,都想要趁着美国权力的混乱局面,来尽快达成协议。 并且,对美国来说,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,非常不好的现象。 这就表示了,中国对澳大利亚杀鸡儆猴,敲山正虎,产生了作用,发挥了效应。 并且,这个效应,还会慢慢的扩大。 一旦形成了样板,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,以及科技制裁,就会出现缺口,就会慢慢的破裂。 其实,11月15日,RCEP的签订,就已经是一个大缺口了。 只不过,东南亚国家,本来就不是美国的铁杆,不算是美国的势力范围。 除了东盟十国之外,日本、韩国,还有澳大利亚、新西兰,他们加入RCEP,就已经是一个大的缺口。 因为这四个国家,都是美国的盟国。 如果中欧投资协定也签订了,那就表示,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,经济战,以及科技战,会慢慢的,只剩下五眼联盟国家,还会坚定的站队美国。 对美国来说,这是严重的后果,但是能怪谁呢? 第一个要怪的是美国,2018年3月,美国向各国加征钢铁和铝的关税。 这项措施,其实针对的不是中国,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钢铁和铝并不多。 这项措施,主要是针对日本、韩国,还有欧盟。 接下来,川普政府又想要对欧盟国家加征汽车关税,加征农产品的关税,并且还控诉欧盟,补贴空中巴士。 美国在WTO胜诉之后,就向欧盟7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。 然后又迫使欧盟国家,要提高国防经费的比例。 美国又要从德国部分撤军,制裁参与北溪二号天然气工程的国家和企业。 美国为什么敢于这么肆无忌惮的,对自己的盟国开刀呢? 因为美国有一个错觉,美国认为说,自己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强权,实力太强大了。 所以美国可以不顾盟国的需求,想要加征关税,就加征关税。 第二个原因,美国认为,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家。 所以有这个力量,对过去那些占尽美国便宜的国家,加征他们的关税。 川普政府想要扭转这种现象,要达成美国优先的目的。 第三个原因,那就是川普个人的施政风格。 第二个要怪的是,中国。可能有人会说,杨风,你这个说法太离谱了,怎么会怪到中国的头上来呢? 其实,中国也是有关系的,因为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了。 如果中国的国力不够强大,那么一些国家,可能老早的,就站到了美国那边去了。 我们刚刚说,德国外交部长马斯表示,北约必须要正视中国的军事崛起。 这句话,有两层的意思。 第一个意思是,中国的军事力量很强大。 但是,中国崛起,难道靠的是军事吗? 靠军事的,应该是前苏联吧,不是中国。 中国的军事力量,不会威胁到,远在地球另外一边的欧盟国家。 能够威胁到欧盟国家安全的是俄国,不是中国。 而中国崛起,依靠的是经济力量。 当然,经济力量强大了,科技也会强大,而在军事上也会跟着强大。 真正的大国崛起,会是全方位的。 这句话的第二层解释是,中国强大,所以我们欧盟国家,也必须要正视中国的力量。 与中国交往,与中国贸易往来,这是打不住的。 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,今年应该会超越美国,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。 没有哪一个国家,可以忽略中国的经济体量。 而其次,在疫情肆虐之下,全球主要国家都陷入了经济衰退。 只有中国恢复了经济增长。 前天,英国再度宣布要封城。 上个星期,德国总理默克尔,他几乎哽咽地说,希望德国年轻人,不要让即将到来的圣诞假期, 变成和祖父母最后一次度过的圣诞节。 这几天,美国施打疫苗,但是也副作用大,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。 他们怀疑疫苗的作用,有许多人不愿意打疫苗。 没有人知道,这一场疫情还会持续多久,也没有人有把握,经济衰退会持续多久。 而中国是唯一恢复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。 中国经济的吸引力,那就更大了。 欧盟,需要中国这个经济伙伴,需要中国的市场。 这就是杨风一再强调的,美国无法满足盟国的需求,无法替代中国市场的缺口。 美国连澳大利亚,失去中国部分的市场的贸易缺口,都无法满足。 更何况是欧盟呢? 美国无法满足盟国的市场需求,无法弥补盟国们,失去中国市场的损失。 这就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,最大的败比。 而尽管欧盟国家,也不会就此放弃对华为5G通讯设备的限制。 但是,美国要了欧盟国家,站队美国,一起来对付中国,也难以办到。 一旦中欧投资协定签订,拜登还没有上任,就面临挫败。 我们说老牌殖民帝国,老欧洲国家,在国际丛林里的外交手法,有独到之处。 说穿了也只有四个字,独立自主。 另外一方面,这又是一个国家,寻求自身最佳利益的写照。 我们看法国,法国在外交上,向来是我行我素,标榜着独立自主。 法国也说,要派军舰到南海去,自由航行。 法国对中国的民主以及人权的批评,也没有少过。 但是,另外一方面,法国也是欧洲国家中,最坚持要向美国网络科技大公司,收取数字税的欧洲国家。 法国也是最为倡议,要建立欧洲军队的国家。 这就是法国所标榜的独立自主,敢说也敢冲。 德国就比较圆滑一些,比较老练一些。 但是,不论是法国还是德国,追求战略上的独立自主的目标,没有改变,都是一致的。 那么,在东方的亚洲,日本和韩国,也是类似于德法两国的做法。 只不过,德法两国,他们有着欧盟做后盾,实力比较强大。 在战略自主上,也比较有话语权。 而相比之下,日本和韩国,就没有那么大的挥洒空间了。 但是,日本和韩国,在美国的压力之下,也尽量避免去得罪中国。 这是另外一种的,与中国的相处之道。 而越南,也是类似的情形。 日本、韩国,还有越南,都是值得台湾借鉴的地方,也值得澳大利亚借鉴。 台湾政府现在,一面倒的压在美国的身上,完全站队美国。 在美中大国博弈的世界竞争格局之下,就很难有转环的空间了。 昨天,我们提到中芯国际的困境。 中芯国际出现了领导统预以及管理上的问题。 中芯国际无法用人,留不住英雄好汉。 杨凤今天补充一点,蒋商议来到中芯国际,梁梦松必然会反弹的原因。 这是董事长周子玄的一大败笔。 十几年前,在台湾台积电的时候,蒋商议就是梁梦松的顶头上司。 当时,两人就有不愉快的经验。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想,梁梦松来到中芯国际,打拼了三年, 辛辛苦苦的工作,交出了成绩单。 但是,一谎言,周子玄又把蒋商议给找了过来,又成了梁梦松的上头。 梁梦松必然会反弹。 另外一方面,周子玄找蒋商议到中芯国际,也不可能让蒋商议当梁梦松的手下吧? 和梁梦松同一个位阶,这也不好。 所以,就只能把蒋商议又放到副董事长的位置上,还是高梁梦松一个位阶。 这就是周子玄的用人败笔。 传闻中认为蒋商议可以帮中芯国际买到荷兰的极止外光刻机EUV。 但是,杨峰认为,蒋商议不可能高过美国的意志。 美国都已经把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之中,不会因为蒋商议的关系,就放开了封锁,让中芯国际买到EUV。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,梁梦松在辞职心中,特别提了一点,他认为,公司应该要给他有一个申诉的权利。 这说明了什么?这表示中芯国际董事会,对梁梦松在中芯国际的成绩,不是那么认可。 杨峰要说的是,梁梦松不论是在台积电,或者是在三星,都有漂亮的成绩单。 普天之下,能够做晶圆制造的公司,就是那么几个,五个手指头,都可以数得出来。 而同时,拥有技术,又有领导经验的,也只有那么几个。 但是,中芯国际的高层,似乎对梁梦松的成绩和作用,不是那么肯定。 那么,杨峰想要请问周子学,普天之下,他还能够再找哪一位英雄好汉,来加入中芯国际,来领导中芯国际的研发团队,去找张忠盟。 张忠盟的年纪也够大了,已经退休了。 中芯国际的用人能力以及管理,真的是有问题。 也许周子学,可以再翻一翻水浒传,来看看宋江他是如何带领108条好汉的。 拜登还没有走马上任,就遇到了挫折。 而另外一方面,川普现在只顾着继续修理中国,继续给拜登穿小鞋。 只顾着自己的权利,要推翻选举的结果。 川普也不可能在这时候,去积极游说欧盟国家,去阻挠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。 事局多变,美国强势中国小心应对美国公司的局面,正在转变。 美中欧新三国演绎,将会如何演变?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。 请记得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,这样您才会收到新节目的通知。 如果您认可我们中道分析的节目形态,也请帮忙帮我们转发视频,分享视频,争取更多的话语权。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